评评凑凑学面积 梯形面积公式 小朋友,黑板上现在有好几种不同的图形 你们认得出来这些图形的名字叫什么吗? 我知道,这个是长方形 这个是平行四边形 另外这个是三角形 这个是,呃,嗯 这个是梯形 对耶,这两个都是梯形 啊,这个也是梯形耶 呵呵,没错 但是你们怎么知道它们是梯形呢? 我记得,梯形只有一双对边平行 另一双没有平行 嗯,雪儿说得很正确 老师,我有疑问 我会算长方形的面积和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只是我不晓得梯形的面积要怎么算耶 没关系 老师,老师来教你们怎么算梯形的面积吧 好 平行四边形和梯形面积的关系 首先,你们先观察这两个梯形 有什么发现吗? 啊,我发现这两个梯形长得一样耶 我也发现了 它们还可以拼成平行四边形呢 嗯,有吗? 我怎么看不出来? 有啦,你看,因为这两个梯形一模一样 我只要把其中一个翻过来 上下颠倒 再把它们拼起来 就可以拼出平行四边形了呀 好神奇哦 我也来试试看 我先把两个一模一样的梯形 其中一个翻转过来 上下颠倒 哇,真的耶 原来两个一样的梯形 就可以拼出平行四边形呢 嘿嘿,很简单吧 真的,好简单哦 你们的观察很入围哦 你们已经知道两个一样的梯形 可以拼出平行四边形了 那如果要算出梯形的面积 会不会跟算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有关联呢? 嗯,我记得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算法 是底乘以高 而两个梯形拼起来就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梯形的面积算法 是不是先算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因为平行四边形又是两个梯形组成的 所以算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所以算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要再把平行四边形的面积除以二 就是梯形的面积了呢 宝地,你很棒哦 说得没错 老师,我发现平行四边形底的长度 就是梯形的上底 加下底的长度 而平行四边形的高 就是梯形高的长度 所以,如果要计算梯形的面积 就是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二 嗯,没错 雪儿说得很正确 记住这个公式 老师来出道题目考考你们吧 梯形面积公式 这个梯形的上底是四公分 下底是六公分 高是五公分 那么它的面积是多少呢 你们套用前面学到的公式来算算看吧 好,我来算算看吧 梯形的上底是四公分 下底是六公分 高是五公分 所以梯形的面积是四公分 所以梯形的面积是四加六 括号乘以五除以二等于十乘以五除以二等于五十除以二就是二十五 这个梯形的面积 这个梯形的面积是二十五平方公分 没错 没错,宝地很厉害哦 接下来你们看看这两个梯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啊,这两个梯形都有直角 可以拼成长方形耶 真的耶,好特别哦 那不就可以用长方形的面积公式来算这个梯形的面积了吗 雪儿,你也可以试试看哦 我记得长方形的面积公式是长乘以宽 这个长方形的长就是梯形的上底 加下底的长度 宽就是梯形的高 梯形的面积公式就是括号上底加下底括号乘以高除以二耶 没错 所以两个梯形不管拼成平行四边形或是长方形 梯形面积的算法都是括号上底加下底括号乘以高除以二哦 哇,原来如此 哇,原来如此 我们了解了,谢谢老师 重点整理 接下来,老师把刚刚教的重点整理给大家 经由梯形的梯形的拼成平行四边形 经由两个梯形拼成平行四边形或长方形 知道梯形面积公式是括号上底加下底括号乘以高除以二 要熟记这个公式 之后要算梯形的面积 就可以轻松算出来喽 字幕志愿者 质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第一次第一次第 词之后 这三个梯形的部门 在一天 它冒墨 咬下来 这四点 上装 这四点 却 等 摆 托